今天我们用白萝卜和韭菜来做好吃的 先准备普通面粉250克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150克的温水和面 搅成棉絮状 然后加入15克的玉米油 用筷子搅拌一下 然后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光滑偏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种程度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饧面 最少40分钟 然后再准备12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60克的玉米油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放在掌心团成面团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饧面 然后将白萝卜拿出来 修掉外皮 用擦板擦成细丝 擦好的萝卜丝里面 加入一勺的食盐 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点 然后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放一旁 撒一下水 然后再准备一把粉条 加入开水 将粉条给烫软 然后拎起一个小碗 打入鸡蛋三个 用筷子将鸡蛋搅散 将锅烧热 稍微多放一点油 倒入鸡蛋 用筷子不停地画圈搅拌 将鸡蛋炒散 像这种程度 然后盛出来 放凉备用 萝卜丝 看一下 已经出水了 然后将里面的水分给挤掉 丢进碗里面 用筷子将它打散 已经泡软了粉条 用手指能够轻松地掐断 然后将粉条捞出来 放进萝卜丝里面 用剪刀将它剪成小段 然后再加入放凉的鸡蛋碎 再准备一把韭菜 去掉根部 然后切成小段 将切好的韭菜 也加入到大碗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芝麻香油 加入蚝油 加入花椒粉 再来一点鸡精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将面团拿出来 不用揉 直接将它整理成长条 然后用刀 将它切成12等份 将每一个面剂 给它整理一下 整理出光面 然后放在桌子上面揉圆 全部做好 将油酥面团拿出来 也揉成长条 分成12等份 将每一个油酥小剂子 给它搓圆 全部搓好 取一个面团 放在掌心 给它按扁 然后包上油酥 用虎口 不停地往上面挤压 收拢 收口捏紧 然后放在掌心 给它团一下 依次做好所有的面饼 然后从第一个开始 放在案板上面 用擀面杖 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长的椭圆形 然后翻一面 卷起来 依次做好所有的面积 然后继续从第一个开始 用手掌给它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 将它推开 推成一个长条 然后翻一面 给它卷起来 这样面皮的工序 就完成了 然后将它盖起来 防止风干 从第一个做好的面剂开始 这样给了它松弛的时间 用大拇指对折一下 然后给它捏紧实 放在案板上面 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薄薄的面皮 打上馅料 用包包子的手法 给它包起来 包的时候 注意不要漏馅 收口捏紧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 轻轻地给它按扁 电饼铛大火预热 加入一点食用油 然后放入饼坯 将每一个饼坯 都沾一下食用油 全部摆好 然后用刷子 沾上一点食用油 在表面也刷上油 盖上盖子 大火烙至 大概两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烙至的时候 每两分钟给它翻一面 如果没有电饼秤的话 用平底锅也是一样 盖上盖子来烙 用平底锅的话 就火不要太大 中火就可以了 两面烙至金黄 大概6-7分钟 然后将饼整个竖起来 将边缘烙至一整圈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萝卜酥饼就做好了 拿起一个看一下 外皮非常的酥脆 两面金黄 超级的有食欲 轻轻一碰就能掉渣 而且面皮非常非常的薄 层次非常的丰富 打开来看一下 馅料超级的足 味道是真心的好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